14号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斯瓦尔在媒体撰文谈香港的政治发展 称英国随时准备提供任何的支援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在媒体发表文章 就香港政治发展说三道四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香港政治发展是中国的内政香港的内部事务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香港特区政府也已经表明了反对任何外来干预的严正立场 洪磊强调香港曾遭受过长期的殖民统治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基本法充分保障了香港同胞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 香港的政治发展也正在按照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稳步推进 中方要求英方立即停止对香港内部事务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